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一期呢,想探索一个新的形式,就是带大家去探店 平时我跟猫姐夫生活呢,一到周末呢,有的时候也比较喜欢去尝试一些就是平时还没有去过的 然后在那种点瓶上或者小红树上比较火的店,然后可能价位是稍高一些的 特别是猫姐夫吧,她对这种比较好吃的店啊,或者是比较高级的这种美食店有一定的兴趣 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记录一下今天探店的过程 今天要去的这家店呢,是我在点评上发现的一家排行榜上比较靠前的一家自助餐 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去吃自助 就是这一家啦,我们上去咯,精彩真品餐厅 我们到了,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那个装修特别的欧式风格 到我们啦,我们进去啦 看这里环境很不错 嗯,这个风格比较适合拍照 这个是什么?甜点是吗? 嗯,很精致 很精致哦 嗯,我先看一下它的菜单 这个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咱这边的话,一共有三种套餐 一个A套餐,一个B套餐,一个C套餐 这两个套餐呢,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多一百块钱,相差是一百块钱 多了一个三种刺身无限量添加 一个是玫瑰龙刺身 还有一个芝士蒜蓉烤青龙 还有一个现杀的波斯松龙虾 这个多一个这三种龙虾是无限量添加的 这个是没有的,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是没有的 对 你说的这个是八百一味是吧? 对对,是的 好,那我们应该不出一万去吃这个吧 行,那我给你下两个这个 你看这个锅底你选一下 一个是花椒鸡汤,一个松龙汤 来尝尝它的甜品 刚才点了单 然后这里是可以吃到最全的 它那个海鲜是八百一味 然后锅底单点,锅底是两百八 然后它说什么有半价,所以就是一百四 所以这家店的价位就是 差不多人均一千的样子 但是我刚才有看到他们在菜单上写 就是周一到周五是会便宜一些 所以如果今天拍下来 你们觉得这家店不错的话 也可以平时来吃 先说明啊,今天这只不是推广 一会给你们看我们自费的账单 这个是蚝干,然后这个是老母鸡汤的锅底 这是一个玫瑰龙四身 对,A草餐的话呢,这个玫瑰龙是无限量的 这是一个十年来节熬虾 今天这家餐厅呢,它是港式打边炉 其实港式打边炉我感觉主要就是吃食材嘛 所以它这里就是有一些食材是相对珍贵一点的海鲜 然后是无限量供应,所以它的单价稍高一些 这是中性斑吗 是的,这个 你们这个食材都是鲜的是吧 不是那种冷冻的 不是那种限煞的,就是咱们下单之后 然后做食材开始限煞的 哦,限煞的 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还在炉 嗯嗯嗯 刚才猫姐夫上晚休息间回来问我的第一个灵魂拷问就是说 这儿的海鲜是现煞的吗 还是那种冷冻的 就北京有好多自助餐都是那种冷冻海鲜 然后就不是很新鲜 这儿就是价位稍贵一些 但是目测它的海鲜确实都是现煞的新鲜的 这样涮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原来会有一些族孙 在这里自助的形式是上餐的形式 并不是自取 就会有不断的有人过来加一些东西 然后也有人过来帮你涮帮你服务 上菜加菜车 第一人想学这个餐厅环境好 然后服务好 然后比较省心省力 然后食材比较好 一会尝尝看 先来尝一下它的东兴八 东兴八也是四叉的 别人现在都是现煞的 下来前五分都是现煞的 东兴八也是现煞的 应该比较鲜 你说东兴八是什么 东兴八是十万鱼当中非常高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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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花椒鸡 花椒鸡 花椒鸡 他说这个是什么一年以上 老母鸡炖了十年 不得炖了 一年以上老母鸡 那是一年半的老母鸡 熬至十一个小时 不错 还有东兴八吗 可以啊 东兴八应该是无限量的 花椒 知道花椒是什么吗 可不是大料 哈哈哈哈 东兴姐我给你们科普一下 花椒呢 其实就是鱼肚 也就是我们说的鱼彪 但是咱们看着普通的鱼 什么鲤鱼的鱼都不能吃了 不太腥了 而且头感也不好 那个最上层的花椒鱼彪就是 叫做黄醇鱼 但是这种因为人类的这个需求量太大 它已经有点冰点面 现在基本都用的是黄花鱼 这种鱼彪去做的 海鲜加菜喽 有石斑鱼吗 有石斑鱼 来一些石斑鱼 很多鱼 生老扇贝需要来就是什么 都是鲜沙献翹子 都是扇贝吧 包括咱们的鱼子也是洗鲿沙出来 嗯 鱼子吧 然后竹节虾来一点 好 谢谢 第二样吃的东西 龙虾 完全新鲜的 帝王蟹腿 为什么只给腿啊 这大腿 哇塞 这玩意不限量 不是这玩意没有限量 所以你给我吃点 我说这个是限量的 所以给我吃 帝王蟹腿 大家看我这小料的精髓 就是各种辣椒 一定要够辣 你问我吗 对 还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是来做的味道 然后服务啊 服务很不错对吧 这个花椒鸡的锅 烤鸭怎么样 烤鸭也挺好的 是吗 我们下一下鱼蝦 鱼钓是什么鱼的来着吗 桃花鱼 我说桃花鱼 就是前几天我们去吃的 那个真滋味 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六百多吧 所以就是如果你 比较能吃 然后又吃比较爱吃这种 海鲜的话 其实来这吃还是比较划算的 大家说我跟猫姐夫吃饭 是属于那种就是 如果点评上写这家餐厅 人均二百 然后我们俩吃下来 绝对就是人均四百 然后如果这个点评上写的 就是人均四百 我们吃下来 差不多就是人均八百 就是因为每一次去吃一家餐厅 猫姐夫都会把这个餐厅 相对来讲吧 比较好的那几个菜 点的会比较多 然后吃的也会量多一些 所以这个价位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所以可能点评上的价位 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均价位 所以我觉得对于猫姐夫这类人品来说 来吃这种价位稍高一点自助 还是相当划算的 蘸一点料 非常咸 好浓稠啊这汤 好浓稠 撑子 王姐夫第一个吐槽点 生蚝怎么了 大点的鱼子酱的鸭皮 是吗 对 这篇有一点点的中西结合的感觉 蘸白糖吃这个 口感应该不错 我的最爱 朱洁夏 我的最爱吃过来了 好玩了 要一点那个菠萝蜜 菠萝蜜 然后莲屋 然后莲屋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胡萝卜 胡萝卜 对 这是我们的特色 来尝尝一下 需要吗 来一个尝尝吧 我特别爱吃这个菠萝蜜 你们喜欢吃吗 菠萝蜜非常非常的新鲜 就北京卖的好多菠萝蜜 包括进口上去卖的都不太行 水分都很少 因为毕竟不是当地的水果 它也来不错 我去吃那种普通的自助 水果和蛋糕以上是我的主要战场 它这就是普通给客人上的那个白水 都是一云矿泉水 想起那该死的很情况 毛姐夫在说我家别墅 当年为什么买它呢 千乔万学为什么买它呢 就是因为去看房的时候 只有这个盘提供的是一云矿泉水 大客户的很精致 对 这是咱们这个胡萝卜 还可以 还不错 好 鱼鱼 不停的会给你上一些各种各样有的煤的吧 我觉得吃这些有的煤的都快饱 菠萝 所有水果里最喜欢吃菠萝 放放这里就好 哈喽小姐姐可以加点西瓜汁 玫瑰龙虾肉 本来这个是刺身 然后因为我不吃刺身 我不吃一切刺身 除了北极贝 所以就让它帮我涮了 吃起来跟龙虾比较像 嗯 吃起来跟龙虾比较像 嗯 我最爱吃的是螺片 我说这怎么没有螺片 猫姐不说 那东西太便宜了 真是高级自助 这你们看水果已经吃差不多晚了 这脸屋还没吃完 啥是什么呀 问的好 这是一种生活在这个蜜林中的 蛙类的卵巢 我们现在吃到第一波食材 海鲜差不多吃没了 然后我再感慨他咋还不来 包警说这是一种策略 利用拖延法让你感受到自己饱了 牛肉 海鲜吃没了开始吃牛肉 唯一能吃的北极贝 来一点 北极贝 我比较喜欢吃贝类 就是那种 类似于贝类口感都可以 但是海鲜我不是说像生蚝一类的 我就不太能吃 诶当年我去那个 那个山西那个食库的时候 咱们俩 认识吗 那你怎么知道我去那 我去那个地方了 嗯 你那么关注我啊 我去哪了你都知道 知识菊青龙 好烫 对于调料控的我来说 这种做法比直接刷海鲜感觉 更适合我一点 迟到现在 我稍微感觉有点饱了 一指的柴线有点腻 毛姐夫其实平时完全不忌口 就是靠运动瘦下来 虽然是不限量啊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八九分饱了 竹节称也是我的最爱 吃饭确实不能停 一停就容易发现自己已经饱了 刚才煎断了一会儿 然后再后来剩这些海鲜 就感觉点吃不动了 再吃半颗龙虾吧 有点吃不动了 整颗龙虾肉 蘸的是海鲜酱油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辣椒 有没有辣椒 我是吃不下去的 就要了一些菠萝蜜 感觉有点腻 需要吃点菠萝蜜 解一下腻 你们吃自助餐 是属于那种 能值回票价的选手吗 反正我是从来吃不回来 毛姐太可 因为他专门吃那些 就是食材比较好的那些 他吃的如果比较多的话 还是比较值的 感觉大家如果来吃的话 吃他那个普通的套餐就可以 这种就是A套餐 就不限量的这种 虽然是不限量 但是也吃不了那么多 一直吃一直吃 大脑还来不及反应 肯定会吃的超量 我在你心中得有多无知 连这个都不知道 还是我不能说了吧 我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毛姐 我自己没有上过去 这自助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纯粹的从价格上合不合算来讲 就纯粹的从这方面讲 那肯定在外面吃饭是不划算的 就算你去买它的那个青龙 还有那个龙虾 还有那个帝王蟹肯 肯定你去进口上是买的 或者说你去买鲜的果的 也比在这便宜 是比较能吃的 在猫姐妹有的时候吃那种普通的这种海鲜餐厅 都能吃个一两千这种 我觉得来这吃 还是像是划算的 但是我们加菜只加了一份龙虾 所谓的那个无限量我们只加了一份龙虾 而且那份龙虾加了以后 其实是有点撑了 所以其实我们是比较适合那个 不夹的那种套餐的是吧 盘里还剩下一小部分 我得再吃点菠萝蜜 我这个人的胃口是必须就是 像之前咸的吃够了吃点甜 甜的是够吃点咸的 就必须交替着来 就是我一旦被腻到的话 我就容易吃不下去 现在就是也不是特别饱嘛 那就是特别腻 一直吃海鲜 我就交替着吃一点这个菠萝蜜 因为 盛年的这些如果不吃掉的话 感觉还是挺浪费的 他们应该也就直接扔掉吧 然后还是把已经上来的这些给吃掉 他这个资助就是 就是给你上来的一份一份的这种血孩呀 还有银耳啊 还包括这个甜品啊 水果啊蛋糕啊 也挺多的 他一会儿一上一会儿一上 然后你这个尝一口那个尝一口 确实也会吃个半饱 开放一下猫嘴吧 你觉得今天这个自助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 你觉得他这个 八百一味加上锅底 差不多一千块钱一味 这个价位怎么样 吃吗 我觉得也可以啊 还行 怎么吃才能 怎么吃才能 哈哈哈哈 怎么吃你觉得才能是十回票价呀 我觉得就不要吃那烤鸭 烤鸭还是 我可是一个人把那一盘吃了 你根本没吃 你自己吃了一份烤鸭是吧 人都是 自身可以 不吃 因为哪都能吃 自身可以不吃 烤鸭可以不吃 烤鸭可以不吃 那吃什么呢 小菜可以市场挑着吃一点 小菜 小菜挑着吃 重点吃龙虾和东兴斑 还有吗 嗯 还有 那些它上的各种 雪蛤这也可以 雪蛤也还可以 还有吗 还有那个和牛 和牛 你们和牛是哪里的 西西兰的和牛 那就不是和牛 今天是周末 虽然人多 但是并没有很拥挤的感觉 就是桌与桌之间间距都比较大 然后那边还有卡座 今天是没有位子了 平时来做卡座的话 感觉还挺不错的 就如果是闺蜜今天的聚会来这拍照 应该是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来吃自助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如果是一家人来吃的话 就每个人口味不同 然后各有侧重 什么都能吃到 又不限量 也是挺不错的 你觉得适合那种热练期的人来吃吗 反正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就非常适合 发现彼此 都是那种大吃货的时候会不会 好像咱们俩热练期 我没发现你那么能吃 觉得你挺正常的 为什么后来发现你特别能吃 后来你就放开了是吗 热练期我们俩都还是当年瘦子的直至 就是各自都还在人群中属于偏瘦的 后来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以后 两个人就像吹气球一般 各自泡了二三十斤 然后非常稳定的维持了有四五年吧 直到最近猫姐夫又通过自己非常有自制力的运动 恢复了她的身材 但很遗憾我还没有恢复 猫姐夫已经吃得站起来了 怎么样感觉 太沉了 太沉了 没有 到死了一只吧 到死了一只 好沉啊 我刚才暂停了一下 确实才感受到自己好沉 这家店的位置在那个CBD这边 国贸这边 离SKP很近 那想一会要不要去逛个街 汤圆来了 不用了谢谢 客户单铺或者评论 大家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些 你们想去尝试 或者是你们吃过的觉得很好吃的 然后我接下来呢 也会考虑以探店的形式 帮大家去看看 因为我跟猫姐夫人生活呢 就是在休闲时间去找一些好吃的店 还是挺多的 但还是属于那种特别便宜的地摊的 也会去吃 然后相对来讲比较贵的一些餐厅也会去吃 那猫姐夫对吃还是比较有要求的一个人 然后我是对调料比较有要求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时候去吃那种路边汤啊 或者是吃一些相对平价一点的餐厅 一般是吃那种烧烤啊 或者是猫姐夫比较喜欢吃那个新疆餐厅 一些这个跟新疆相关的大盘鸡啊 还有那些什么固油肉拌面啊 是他的最爱 那吃一些相对高级一点的餐厅呢 那基本上主要就是吃食材 有一些食材比较好的餐厅猫姐会比较喜欢吃 猫姐姐比较喜欢吃精菜 就是烤鸭一类的 她也会比较喜欢去吃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一类题材感兴趣的话 日后我们再去吃什么 我也会带着摄像机一起分享给大家 每次强调这不是一支推广视频啊 只是只是我的一种尝试吧 看看大家对这一类题材感不感兴趣 我们刚结完账 1740 然后她送了一个小礼物 就是每一桌都会送的 这个云南就是刚才吃的那个胡萝卜 整整一盒 还挺多的 拿回去给小周一围尝尝 拜拜 拜拜 在逛猫姐夫最喜欢逛的一家店 在国贸商城里面 是里面买各种新奇玩意儿 摆架 大家来过吗 太香了可以跟着猫姐夫走 那她为什么不会跟着别人走呢 来喝一杯我最喜欢的煮叶 来喝一杯我最喜欢的煮叶 我姐夫已经睡着了 这家我特别喜欢 刚才我这里问他们 有没有家吗 目前没有 特别看好这家店 但不出门 必给小周一位买一个礼物回家 又是乐高 老买这个也不行 你老买这个不行啊 得爸爸听 你赞工买一个大块的吧 这个小块都拼不好拼了 怎么还买的不满意啊 不想要是吗 你这样想买什么呀 怎么着你想不想要啊 你买了什么 我刚才说了半天 你现在还这么有节制啊 买回来下一步就是帮他拼考 墨姐夫正在帮他拼 儿子 下回妈妈还给你买这个吗 不用了是吗 我家有好多呢 是吗 我家还有白色的还有蓝色的 都在屋里呢 是吗 那下回给你买点什么呀 就不给我买楼高吗 是吗 买楼高吗好拼 那要点什么呢 那还需要给你带礼物吗 不用 不用了 我长大了 你长大了 我是大哥哥 然后我不要礼物 是吗 你确定吗 不要可真的不买了后边 那你还要玩具吗 不要玩具了 是吗 下回不用买了对吗 对 OK OK